速食店优惠券图文并茂 原价239元下定只要99元 罗小姐心动手刀下订单 但事后不仅序号没领到 反被盗刷10万元 刷卡简讯想不停 但是每一封的简讯内容 都有OTP的验证密码 需要完整输入 才能成功交易 等于是多了一层把关 不过罗小姐表示 明明没输入密码 却还是被盗刷 专家分析应该是手机 被植入木码程式 因此手机收到简讯 也会隔空被看光光 不小心被装了 这类似这种木码程式 在手机里头的时候 你的简讯内容 你的联络人的通讯录里面 所有的东西 甚至包含你的答字 你的前镜头等等 都会被这个骇客 透过远端的方式 都可以去开启 罗小姐遇上诈骗集团 控诉银行不肯处理 但银行认为 OTP验证密码已经输入 责任归属归在 持卡人身上 10万元的卡费 还是得照搅 而同样手法 还有一家连锁知名素食店 也被诈骗集团盯上 就是这份餐原价276元 特价只要49元 陈先生的妈妈下订后 一直没领到优惠序号 回过神才惊觉被诈骗 对一模一样 然后我就是把那个订购单给 肯德基的那个门市 店员看连他们也不知道 上网查才发现这个是诈骗 陈先生立刻通知信用卡公司 停卡切断源头幸运 躲过一劫 三内新闻高官宣温家瑜 台北报道